第37回 当日不禁疑心大喜,他就问了 熊熊儿,你怎样说 熊熊儿大声,你要我说些什么 你是不是真的要害他们夫妇 豈有此理,我要害他们,早就害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既然你并没有什么意思是害他 又为什么不肯将个小孩还给他 熊熊儿正为这件事情 心里就感到很不自在 被奢侈这样一问 怜怜牙牙竟然答不出来 奢侈和熊熊儿不过是彼此认识 并不是心交的老友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是相信段归都不信熊熊儿了 他想 韩站虽然敢为他担保 但韩站认识他的时候,他年纪还很轻 他们已经分手了很多年 又怎会知道熊熊儿不会变坏了 想完 他就大声问 熊熊儿 你吞吞吐吐,究竟是怎么回事 熊熊儿老羞成老,他大声说 车老爷 你想审问我 我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车池喝了一口烧酒,他冷冰冰地说 罗克尔尼世人呢,就专管闲事的 汉站汉老前辈叫我问你 你是否利欲分心 跟你的师弟蒸蒸儿走一路啊 其实汉站是要车池告诉熊儿 那名王八通貞貞兒的陰謀,問孔孔兒知不知道。 這個奢詞為了加重語氣,才說出剛才的說話。 這樣一問,就變成了對孔孔兒的責備。 孔孔兒和他的師弟情如手足,一聽就更生氣了他大聲, 老乞丐,你亂說廿四,我師弟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給你抓住了把柄? 你師弟甘心為虎作賊,難道你還不知道? 孔孔兒就說了,你說什麼? 安陸山權勢遮天,收買了王八通就不出奇。 想不到你們兩仙弟亦甘心情願做他的姻緣。 如今王八通和安陸山勾結的陰謀,已經大白於天下英雄之前, 你還想抵賴嗎? 孔孔兒疾了疾,忽然他大聲吶, 放肆,你簡直含血噴刃。 孔孔兒,你出道有多少年了? 居然雙眼生在額頭上,這樣罵我這套老乞丐? 孔孔兒聽到奢侈的說話,已經知道事情是有QK了。 但是他少年氣盛,脾氣一起,天塌下來都當皮這樣。 奢侈話都沒說完,他就狂笑一聲就說,哈哈, 好啊,你們當我孔孔兒不是人了嗎? 我還跟你說什麼交情才行呢? 老乞丐,你儘管上來吧。 孔孔兒一邊說話,一邊跟段夏兩人惡鬥, 本來已經是險象還生的了, 你更突然被激怒了,招數躁而不穩。 段歸將劍走兄弟,殺了劍, 在孔孔兒的肩頭上似乎了一條傷口。 孔孔兒火滾了,猛然間似乎欺身刺穴的身手, 新人一晃,就撥到段歸將的面前。 備仇一樣,有如讀射偷信, 眼看著就要指到段歸將心房的腰穴。 雪時次那時快,奢侈飛身撥去, 用那個葫蘆一擋,就聽到啵聲。 哈,真是撥搞了。 那個當成寶寶的沉香木窮七葫蘆, 就已經被孔孔兒一劍刺穿了。 葫蘆裡頭的燒酒打射了整地, 哎呀,酒香破臂多可惜。 就在豆善良的叫喊聲中, 空公兒已經騰身飛起, 好像英准村林,掠波的巨鳥。 豆善良的金蛋竟然追他不上。 只聽得他從遠處大聲說, 段歸將,你要恨我,就有你恨到夠了。 你的兒子將來總會還給你的。 魯克爾啊,我們後會有期。 我查了明白之後,再來跟你宣章啊。 說到最後一句, 聲音已經好像在山腰那邊傳過來, 都已經不見到空空兒的身影了。 豆善良走了過來, 見段歸將血流滿面, 他心裡頭好怕就問了。 歸將,你受傷了? 傷在哪裡啊? 段歸將就說, 沒有什麼事。 空空兒的匕首,他並沒有刺中我。 原來他是被豆善良的金蛋彈傷了。 跟空空兒剛才被豆善良所傷的部位一模一樣, 也同樣是打傷了額頭。 豆善良仔細一看, 發覺是自己的過失, 真是又心痛時又羞愧, 他就說了。 這個真是抵死的惡賊啊。 可惜, 可惜我剛才那幾個蛋, 沒有打盲他的雙眼了。 段歸將心裡頭暗自想, 唉, 只要空空兒, 他剛才再刺多一下的話, 我不死都會受重傷了。 以他這麼快捷的身法, 雖然有車佬前輩跟我擋都擋, 但是他刺穿過胡佬之後, 還大有機會可以傷我的。 難道他這樣出手, 即是僅僅為了突圍, 而並非有意傷我? 段歸都想完之後, 他就說了, 善妹, 反正我已經僥倖逃了性命, 受的只是輕傷而已, 你不要再罵他, 也不要再難過了。 車池, 他沒想到是空空兒手下留情, 他就笑著說, 哈哈哈哈, 段大俠, 你這個人真是寬宏大量, 學非常人所及啊。 哈哈哈哈, 段大嫂, 你現在, 怕不會再罵我這個老乞衣了吧? 豆仙良急往上前行禮借過了, 車池他笑著說, 哈哈哈哈, 只可惜我這個寶貝胡佬了。 哈哈哈哈, 哎呀呀, 這也是我好管閒事的寶冶來了, 哈哈哈哈, 你看這燒酒多香, 哎呀, 多可惜啊, 哈哈哈哈, 段貴張夫婦, 都想奢侈陪禮啊, 夏鈴霜站在一旁, 冷冷淡淡地, 根本不理他, 也不騷他, 奢侈又笑著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這個老乞衣今天連續受了兩個教訓, 外館閒事真是夜火燒身啊, 不但凶凶而生氣我啊, 連上這個夏姑娘現在還在發我的脾氣, 哈哈哈哈哈哈, 段貴張就不明內裡, 對夏鈴霜的態度覺得有點奇怪, 他就說了, 賢侈女, 這位老前輩不是帝過來的, 只是行俠江湖人精走開的奢侈車老前輩, 你快點過來見過禮啦, 夏鈴霜就說了, 我們早已經見過了, 哼, 他終於不是匈匈兒的一黨啊, 又是王普松的一黨啊, 我才不將他當作什麼前輩看待啊, 段貴的臉都變了色, 覺得很尷尬, 他就說了, 咦, 夏鈴霜, 你說話不要這麼無禮啊, 你初出江湖, 或者有所不知啊, 車老前輩跟那個王普松, 還有一個人精封害的慰悦, 雖然並稱為江湖三義蓋, 但是王普松跟他們兩個人的行事卻大不相同, 王普松奸惡邪癖, 做過很多的壞事, 但是車位兩個老前輩呢, 在江湖上都是有口皆悲的, 他這兩個人宅惡愚受, 是相當好的合害, 王普松只能跟他們相比得過, 你一定是有些誤會頂量, 快點過來賠罪啦, 夏鈴霜霜眉倒樹, 依然站著在那裡動都不動, 好像想說些什麼, 但又顧著段歸長的面子未曾說得出來, 段歸長就更加覺得奇怪, 正想再問啦, 走過去車子就已經笑著說了, 哈哈哈哈, 段大俠啊, 你的為人我很佩服, 你這些說話說得不對啦, 段歸長就疾了疾, 他就問了, 為什麼不對呢? 哈哈哈哈, 盧核也沒有你說得那麼好, 王普松也沒有好像你說得那麼壞, 夏鈴霜冷冰冰地說, 怎麼樣? 你還說他不是王普松的一黨啊? 他到處都在這裡偏打著王普松, 還不准我報仇呢? 段歸長眉頭一皺就問,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你對車老前輩到底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呢? 夏鈴霜也忍不住那口氣, 他憤然說, 哼, 怎麼不妥啊? 不是看在你段伯伯的份上啊, 我現在就要替我娘報仇說恨啊? 段歸長嚇到一吊就問了, 你說什麼話? 車老前輩也是你老爸生前的好友, 他怎麼會和你娘有仇才行啊? 夏鈴霜的臉都紅了, 他就說, 他, 他對我說了很多很無禮的說話, 侮辱我的爹娘啊, 段歸長動大雙眼, 望著走過車廁, 車廁就微笑著說, 哈哈哈哈, 夏姑娘啊, 你可以將我的說話說出來, 請你的段伯伯來判斷一下, 究竟是不是無禮啊? 段歸長就說了, 夏彥珍, 我和你父母乃是手足之交, 有什麼說話? 你但講模仿, 夏鈴霜就說了, 他, 他說我不是姓夏, 我的老爸, 也不是叫做夏星逃和, 那, 你說了, 他, 他, 他還算不算侮辱我的爹娘啊? 講到這裏, 即時就想摟劍啊, 段歸長疑心大起, 當年夏星逃在洞房之夜, 慘遭遇害, 夏鈴霜此身何來呢? 段歸長也早已覺察到事有嬌機, 聽到這句話, 急忙禁著夏鈴霜, 再轉過頭來問車遲, 車佬前輩, 這件二十年來未曾破的疑案, 你一定知道內情的, 車遲他立刻說, 好了, 我和你去那邊說, 夏鈴霜, 你暫且識路, 因為這件事情事關重大, 我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才行, 你總可以相信我了吧? 夏鈴霜沒出聲, 吐了吐頭, 段歸長就跟著車遲走出了半里路遠, 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說話了, 車遲就說, 這件慘案發生的時候, 我不在場, 但我知道你是在場的, 聽說, 就在你們鬧完新房之後沒多久, 慘案就發生了, 段歸長就說, 沒錯, 前後相差大概還沒到半支香那麼久, 新郎就被人暗殺死, 新娘也被人露走了去了, 這樣, 你可以相信我的說話了, 夏星圖決不會是這位夏姑娘的親生父啊, 段歸長就說, 這個我也相信, 這樣, 誰是他的親生父呢? 車遲沒有回答他, 反而問我, 你有沒有跟兇手打過照面這樣呢? 段歸長就說, 當時月潭勝希, 我只忍忍了看到他的背影, 其他人又有沒有見到呢? 段歸長就說, 當然是誰都沒有看清楚兇手的樣子, 不是的話, 也不會成為義安, 走過去車遲就說, 沒錯了, 既然你們誰都沒有見到兇手, 又怎麼能咬電是王普松呢? 段歸長說, 第一, 是新郎哥臨死之前寫的那個王子, 第二呢, 兇手的背影跟王普松很相似, 第三, 如果不是王普松, 為什麼冷雪梅一定要他的女兒去殺他呢? 當下就將當晚經過的情言, 詳細說了給車遲知道, 車遲嘆到淡氣就說, 唉, 說不知新郎新娘都疑心是王普松, 新郎死得冤枉, 新娘更加不幸, 直到現在, 還未曾搞清楚真相, 段歸長急忙問, 那真相究竟是怎樣? 到底是誰才是兇手呢? 兇手, 不是王普松, 不過, 跟王普松都幾有關係, 這個兇手是, 他, 他? 段歸長等待這個答案, 足足等了整二十年, 你一會兒見他吞吞吞吞吞, 心裡頭很急, 忍不住吹吐著問, 他, 他是誰來的? 你說吧, 車遲再嘆了一口氣就說, 唉, 不是, 我本來, 我本來, 真的是對冷雪梅說的, 但是冷雪梅不肯見我, 你是他們夫妻的知教, 我就只好對你說實話了, 他呀, 他是, 剛剛說到這個系字, 忽然覺得微風撒然從背後襲過來, 段歸長大聲說, 有人了, 說時時那時快, 只聽到車遲大叫一聲, 啊, 是你? 馬開雙手, 就好像要保護段歸長這樣, 但是, 他叫聲都未絕, 整個身子忽然好像木頭那樣倒了下去了, 段歸長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但他是個武學的大行家, 驚而不亂, 在這斬斬眼之間, 他已經知道是有人偷發暗氣, 保徑已經出手, 腳占了點, 沒有到一度劍剛護住身軀, 就向那個人追過去, 就是這陣, 只聽到夏蓮湘, 一對高聲叫馬追倒過來, 那個人猛然凌轉過頭, 看著夏蓮湘叫道一聲, 似笑非笑, 聽起來, 好淒涼的樣子, 段歸長就在這個時候, 看見那個人的樣子, 哎呀, 不是黃寶松是誰啊, 段歸長又生氣, 趁著黃寶松折倒折那扇下, 就是一劍就向那個人刺過去了, 只見黃寶松橫拐一拍, 就聽到咯咯聲, 黃寶松那條拐掌被他撼崩了個口, 但段歸長呢, 也震到虎口又酸又麻, 不禁蹬蹬蹬, 後退到幾步才穩住身形, 說是像那是快, 黃寶松總已經飛身邪躍, 穿入樹林之中了, 車時倒地之後, 只是發出一聲慘叫, 再也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段歸長放不下, 只好不再去追敵人, 才回頭救人, 但夏蓮湘就不聽他, 繼續追下去, 豆善良怕他有失, 提起彈弓隨後追來, 跟他押陣, 段歸長接到一招之後, 就釋出了黃寶松的功力, 雖然說高, 但也不是好像所說的那麼厲害, 心想以妻子的神誕絕技, 加上夏蓮湘精妙的劍術, 縱然跟黃寶松咳過你, 他兩個人都不會執書, 所以就讓他們去追了, 我們再說回段歸長, 他押下腰, 看看車池的傷勢, 見車池整面又雨又黑, 嘴角度滲出了血絲, 又有一陣很嗑鼻的腥臭味, 段歸長大赤一驚, 知道是凶多吉小, 伸手一探, 對了, 到底車池怎樣呢? 有沒有死到呢? 明天才說吧! 好,